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要给大家讲一讲关于睡眠的知识 我昨天晚上给大家做了一个关于睡眠的测试 因为每周三晚上呢我要给大家讲课 其实每周三晚上我的睡眠质量都是最不好的时候 因为八点半给大家讲课 讲完课要九点钟 九点钟之后呢 我再洗洗涮涮涮涂涂 这样的话呢 而且讲课半个小时 大脑在高速思考 因为他呢像不像我以前不讲课的时候呢 晚上的大脑呢就是会进入到一个看看书啊 学习学习啊 他不会进入到那么高效的这种思考 因为给大家讲课嘛 我要不断不断的去思考内容 这样的话 其实大脑是一个高效工作 也就是说每周三晚上是我的大脑的垃圾比较多的时候 来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去测的我的睡眠 我用心率来做了一个监控 因为为什么会很准确 我大概是十点钟左右带上的心率带 我们看看这样一个心率截图 十点钟我带上心率带 大概十点半左右上床 九点钟讲课结束嘛 然后折腾了一会上床 然后你会发现 大家看到没有 心率在十点四十左右出现了一个小高点 又到了一个八十五这就是我在睡眠之前在上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会儿 然后去卫生间 然后呢 方便了一下 然后回来进入到的睡眠 然后你的心率还是在波动当中 那么大概到了十二点左右 那么我的心率进入到了一个深睡眠的平稳期 然后在中间出现了一个 就是他下面这个小箭头 其实就是一次小翻身 大家要知道心率这个东西 你只要身体一有所动作 你只要抓一个被子 翻一个身 你的心率都会有点变化 那么他就一直保持在一条平稳的直线上 你如果看我的心电图 可能就像这个人已经都快死了一样 这就是我们在深度睡眠当中所呈现的一个状态 那么还有一个箭头是在凌晨的四点钟 我又去了一次卫生间 那么出现了一个高峰 那么最后这个箭头后来就没了 就是因为我起床之后到了七点二十分 起床闹钟把我叫醒 起床之后我把它关掉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心率就承载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八点半左右上床 那么十点半左右上床 十一点半左右 身体进入到一个休整准备 因为再次做了一个小时的睡眠准备 身体进入到了最后一次的排屋 把它排干净之后 然后慢慢慢慢的进入到一个代谢的稳定周期 大概在一点钟左右 进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深睡眠 四点钟起床一次 然后大约大家看这个长度 这个箭头是四点钟 那么后边的大概就是在七点钟 我们看两边的匹配程度 就会发现大概是在一点钟左右 进入到了一个深度的这种睡眠的这个状态当中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日常的生活里面 按照我们的生活要求 按照我们的营养补剂的补充量 大家是不会出现睡眠里边翻来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我们不一定用我的这种心绿带 你们可以用这种找儿女或者说买一个这种所谓的这种手表 手表的话呢 大家戴在手腕上的不太好 戴在手腕上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会它的移动会比较频繁 会它的监控不准 大家可以把这个手表的表带呢 有那种闭环似的 就是我用手表 但是呢 我用一种弹力带的方式 把它绑在我们的手臂上 这样的话 它在睡眠当中呢 不太会受影响 你们也可以监控一下 你就会发现 你通过这种睡眠的这种波动 就能这个心率的波动 就能够知道 大概自己在夜里翻了几次身 折腾了几次 或者说带来的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你第二天是不是神清气爽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这就是我们讲的 首先我们要理解睡眠的重要性 睡眠的重要性就是 让我们的所有脏气 这就是中国人一直所说的 叫做人与天合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脏气细胞 都是要求你有一个 良好的六个小时的修整时间 大家不能把睡眠时间 等同于我们的排污时间 就是很多人在吃安眠药 安眠药是一种真经济 你躺在床上不代表睡眠 什么叫做睡眠 来我们看还看那张图 你的平稳的曲线 你会发现 尤其是这个间 我四点钟去了一趟卫生间 但是他回来之后 迅速进入到了一个平稳期 他就不像我在十点半的这个时间 我去了次卫生间 他还在折腾了折腾 然后还出现了一个高点 又证明这段时间 虽然我躺在床上 但是我并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 而我在四点钟去了卫生间之后 去了之后回来 他当就躺在床上 又能够完全的直接睡觉 就能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睡眠所分为的叫做快速动眼期 还有他所说的叫做一个 大家简称就是深睡眠和浅睡眠的一个状态 我们说有效睡眠 其实指的是这种心率极平稳极平稳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保持在六个小时 这才能够达到身体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排污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 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大家要知道 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看看上面这个表格 你看一下 我们的平均心率 在睡眠期间的平均心率是57 最低心率是多少呢 46 也就是说整体上的心率 是在50左右 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 那么通过减慢的呼吸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整个身体还处于不缺氧的这个状态 然后慢慢慢慢的 把我们的垃圾续集 续集了几个小时 那么把你唤醒一次 把它排除一次 回来继续进入到这样一个安稳的睡眠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睡眠结果 所以当我们给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是希望大家知道 我们给大家所呈现的科学体系 理论体系是目前对于你们来讲 是一个没听过的新鲜的 但是其实是大家的知识水平的一个落后 在国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内容 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 来 在这里面 我们先给大家还是要谈一下 就是人为什么一定要夜晚睡觉 其实白天啊 大家看到没有 我跟很多人讲过一句话 你反正要睡八个小时 你为什么要选择白天睡觉 白天睡觉 白天是人类维生素D的一个合成的时间 因为接受光照 光照它让你的身体 哪怕你就两只手在外边 它也是能或多或少的什么呢 合成一点点 所以说在这里面 来我们看到 这本 这个格雷格医生呢 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我们把现在讲的这个书 饮食的迷思讲完之后 就会给大家讲这样的一本书 叫做救命 会给大家讲这样的一本书 叫做救命 格雷格医生的 就是他的作者 那么在这里面 他谈到了一点 来 维生素D可以让我们更长寿 可以改善经期疼痛 也就是说我们肢体当中的所有的疼痛 那么在这里面谈到什么呢 每天多少 2000IU 我们的一粒胶囊是多少 400IU 所以说五粒胶囊 是一个必须要的一个结果 来 最好每天随最丰盛的一餐服用 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 因为维生素D是脂溶性的 你每天最丰盛的一餐 其实是含有着一定的脂肪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维生素D呢 他自身 因为我们把它做的本来就是一个软胶囊 它里面有硬的脂肪 你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和亚麻子油 亚麻子粉和含油食物一起吃 是最理想的 好 在这里面 那么看到没有 蘑菇 含不含维生素D 取决于它的生长环境 我们市场当中所含有的 我们市场所卖的这个蘑菇 如果是在大棚里边分层这么养的 因为它们在这个环境里边长大的 是不含维生素D的 那么所以说 蘑菇含不含维生素D 取决于它的生长环境 我们再引申一句话 你所吃的鱼 含不含Omega3 取决于它是不是能吃到海藻 理解了不 你所吃的羊 能不能它的羊肝 是不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 取决于它是不是能够吃到草 所以我们大家的认知里面 不应该说面粉就是一样的 羊肉就是一样的 牛肉就是一样的 鱼就是一样的 它不一样的 一个蘑菇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么多的 养殖蘑菇的方式 所以说 我们小时候 全中国人吃的蘑菇都是一样的 我们小时候 全中国人吃的牛肉都是一样的 但是到了今天 分为草寺 分为谷寺 分为河城 分为植物牛肉 我们先不说冷冻不冷冻 先不说僵尸肉 就这四种你们会挑选吗 植物牛肉 现在在很多的素食界 也是比较风行的 这是一个新科技产品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 草寺的和谷寺的 还有什么 合成的牛肉 大家在超市里面买到的 非常便宜的那种 所谓的那种牛肉饼 什么儿童牛肉 很多是用碎牛肉 做的一次的合成 里边加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把它粘合在一起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来我们看看 维生素第二 维生素第三 那么在这个里边 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 维生素第三为什么对长寿最有效 那么它在这个里边 日常生活当中 维生素第三来自于动物 但是呢 维生素第二呢 是一种植物的提取 因为我们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 做完整异性的纯素食 其实有这样一个道理 就有一些东西 是通过动物性摄取更有效 那么维生素第三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自身的一个羊毛的提取 这就是一个通过动物照射产生的一个靠近皮肤的一个物质 它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第三 那么给我们做了一个提升性的服用 所以当我们通过一个知识点 一定要学会去联想到 你吃的蘑菇 对不对 你吃的牛肉 对不对 你们很多人都说 哎呀老师 我也按照你这个方法做了 没有取得 怎么没有你这么好的效果 就是因为我每一件都是精挑细选的食物 但是你们总是大差不差 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在执行纯净生活 这个健康方案当中能够做的和我一模一样 你们都做不到 甚至包括运动 来 包括像我昨天做了一项这样的运动 来 这个运动是什么呢 在教练的辅助之下 帮我做大腿内侧的肌肉拉伸 就是教练要用他的双腿顶住我的腿 跟我一起把我的双腿的内侧拉伸开 而这样的一个拉伸动作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大腿的韧带 肌肉的弹性就要比普通人更强 那么我腿部的肌肉的血液输送就要比普通人更强 所以很多时候甚至包括我们通过慢跑能取得的健康效果 其实就是源于腿部肌肉的一个放松 其实我们要学就要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理念彻底学会 比如说我可以做拉伸 你可以用慢跑的形式来替代我这个作用 或者说你用揉捏的形式来替代 你得找到一个同等量的替代的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的一个旺盛 好 在这里面来 我们看一下 大家一直不太理解睡眠带的作用是什么 来看到没有 我们的大脑在深度睡眠之后才能够做到什么呢 自我的整体清洁和自我的大操除 所以说安眠药不是一个好东西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要知道睡眠的不好和你起夜过多和半夜的折腾 就是源于你大脑当中和身体当中的垃圾物质太多 你的身体在清洁它的过程里面 调度的过多的神经系统的参与 让你没有办法去安稳睡觉 你看这里面看到了 红色的是什么呢 红色的是血液 那么蓝色的是叫做什么脑机液 那么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 血液会周期性的流出大脑 那么在这个里面血液流出之后 那么脑机液就会填充发动一轮攻击 那么只有一轮一轮的进行 把这样的一些毒素全都清除掉 大家看到没有 这样的清洗 只有在深度睡眠之后才能够做到 所以说深度睡眠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刚刚大家看到没有 在深度睡眠之后 我的心率能够降到五六十 而且它是极平稳 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你在清醒的时候就不行 清醒的时候 大脑的血液稍有凌出 稍有流出 我的心率就会加快 就会给我的身体增加血压 让增加这个血的供应 让大脑用血液去填补血液 这是大脑的一个思考过程 那么你在睡眠过程当中 你的心脏休息了 心脏白天 它大概要跳八十下 它在夜晚的睡眠的时候 它就跳了一半 这样的话 你的血管里的血液的流淌 速度是变慢的 当我们大脑的血液在流出的时候 我们的脑集液才会钻进去一下 来给你做清楚 所以这就是人体的一个互相的配合 人体就是要经过了 夜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互相的血液的产生 血管的压力 包括我们的呼吸节律 含氧量也会降低 大脑处于一个微微的缺氧状态 才会制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隙 让脑集液叫做什么呢 有机可乘 好 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谈到了一个 还有什么呢 在睡眠当中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里面 大家又会发现 我们看看他下面这个文章 是怎么写的吧 当大家睡眠了之后 那么入睡时期 浅睡时期 熟睡时期 来 这就是我们的几个阶段 我们大家记录入睡 浅睡 熟睡 来 回到我的这张图里面 我现在是天天拿我自己做实验 给你们看 入睡 浅睡 熟睡 来 大家看到没有 入睡 浅睡 和熟睡期 你会发现 你的心率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边 你会看到 只有在一点钟之后的 这个 因为我这个时间 大概是八个小时 八个 九个小时 我们把它分三段 每一段大概是三个小时 那么到这个段之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入睡期 然后浅睡期 深睡期 而且我的深睡期 这个整个段 大概算九个小时的话 我的整个的深睡期 是六个小时 大家能看到吗 就他们总时间长度 跨度是八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 我们算九个小时 那么我的浅睡 和入睡 大概占到了三分之一 还有六个小时是深睡 那么好 我们记住了这个表格 我们再回到这个文章里边 这个里边也谈到了一个问题 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如何来理解 这个让我们睡眠的这样的一个节律 2013年也有这样一个实验 大家看到没有 让13个人带上这种睡眠电脑 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复杂的 是用心率来做的一个检测 因为说实话 这样的一个机器 它本身就是监测血氧水平 我们只要是看到了心率 就知道用心率来反推 我们的血流量是可以的 来这个时候你看发现没有 睡眠的时候 刚刚我们讲过了 你只有在血氧含量变低的时候 就是你进入到一个半昏迷状态的时候 然后血液大规模的周期性的流出大脑 脊髓才开始偷偷摸摸的钻进去 所以说这就是大家 故意给自己的大脑清洁 留下的时间 让你的大脑进入到一个暂缓的时间 所以说来 看到这句话了没有 当大量的神经元一旦停止的激发 就不需要那么多血液了 才给脊髓液流出的时间 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你如果我为什么说 我每周三晚上是我 其实是我睡眠最不好的时候 因为我在八点钟到九点钟 讲课的时候 我大量的神经元被激发 这就是让你们在睡觉之前 要减少神经元的激发 让神经元 神经元的激发是什么过程 除了我们知道 我讲课是一个工作需要激发的神经元 你们吃夜宵 你的大脑要不要指挥你的肝脏干活 你觉得你光光光光光 你吃过瘾了 你的大脑要 你喝了点酒 还挺美 你的大脑要激发你的神经元 让你的神经元告诉你的肝脏 兄弟别睡觉干活了 这个家伙喝酒了 赶快去合成酶 你一个酒精的代谢 可能需要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会进入到的一个神经元 在激发状态当中 你告诉我你大脑怎么能够被清洁干净 对不 好 除此之外 你吃了很多的 带有食品添加剂的食物 你吃了它们之后 那么这样的一些食品添加剂 这样的一些化工成分 刚刚的短视频里面也讲到了 它同样是我们肝脏的毒素 你觉得你吃美了 你在那睡觉了 那么你的身体呢 它受得了吗 它受不了 所以说你会发现 昨天我们讲了 还是拿这本 这个扇子 这个是当时 梅兰芳先生最喜欢的一个食谱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梅府燕窝鸡粥 我们讲过 燕窝鸡粥 是什么做法 用鸡胸肉 这是在当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 有张图片是吧 来我们看张图片 这是上海梅府家宴 当时宴请我们 给我们做的一个餐 但是呢 人家是把餐饮呢 放在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扇子上 这边盖章的呢 就是梅府家宴 现在的主理人沈大厨 就是梅兰芳先生的厨师的徒弟 这老爷爷也已经70多岁了 就这个菜品呢 估计在过个几年 我们也吃不到了 因为老爷爷估计也就做不动了 我们看这道菜 梅府烟窝鸡粥 这个是梅兰芳先生 在唱戏之前 和睡觉之前 比较喜欢吃的一个食物 那么用的是什么呢 纯粹的鸡胸肉 把它剁成泥 然后把里边的筋膜完成挑掉 变成一个极容易消化的状态 那么 加燕磨 那么为什么要加燕磨 梅兰芳先生 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习惯 大家看这个配方 其实在我们看来 就知道 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燕磨酸 神经酸 加蛋白质 的一个习惯 那么为什么 梅兰芳先生 这会儿他不啃鸡腿 他要把它做成粥 缩短肝脏的工作时间 所以说慈离也会在睡觉之前 喝一碗燕磨 这就是回到了我们另外的一个话题 神经酸的作用 那么在我们的AKG当中 包括我们的这个几个产品当中 都在用神经酸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用它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燕磨酸 这就是因为这些人们他们有钱在大量的吃燕磨 但是神经酸不单单只有在燕磨里面有 其实鸡蛋里面也有 我们从一些鸡蛋 从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燕磨酸 和它的作用的是一致的 那么好 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 梅兰芳先生这样的一些人 为什么会以燕磨和加鸡 这就刚刚我们讲过了 那么肝脏是喜欢蛋白质的 肝脏是喜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优秀的蛋白的 是喜欢维生素的 梅兰芳先生那个时代 鸡是没有饲料的 所以说他通过吃鸡肉 通过吃而且把鸡肉做成了溶这个状态 在睡前喝下 就是类似于我们蛋白粉的一个结构 那么他在睡觉之前 让肝脏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能量跟营养 但不是负担 你如果在睡觉之前选择喝酒 这是肝脏的负担 你如果在睡觉之前选择吃羊肉串 那么这是肝脏的负担 因为鸡胸肉鸡胸肉 人家里边是没脂肪的 鸡胸肉是没有脂肪的 鸡腿肉还有一点的脂肪 鸡胸肉是一个完全无脂肪的结构 所以说在这个里边的话 用完整蛋白质 剔除了脂肪 把它做到极细 让我们的神经酸 我们跟大家讲过 喝粥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喝粥是你的口腔不工作 这里的神经可以不指挥 胃不工作 那么粥是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 那么在我们的肠道里边的话 那么我们的肝脏 因为你给它补充的是 在当年那个时代是完整的优质蛋白 但是我们今天的鸡可不行 我们今天的鸡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鸡是吃饲料长大的 当你吃了鸡肉之后 你身体得到的什么 鸡肉里边的饲料 和鸡肉里边的生长激素 和鸡肉里边的 我们所讲的一些 对于身体来讲不需要的物质 因为你在烹饪机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加一些什么 各种的调料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样的话是让我们的 就你现在吃的很多鸡肉 是我们肝脏里边的一些负担 而每一现在吃的是神经酸加蛋白质 好我们看看神经酸是什么 神经酸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燕窝酸 这样一个主要的物质 来 失眠患者的神经酸含量都很低 所以说睡觉之前吃点燕窝粥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但是我们普通人肯定是什么呢 吃不起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它的作用是什么 神经酸参与了脑内多种神经 地质的合成和释放 那么神经酸本身 这就是中国老祖宗的总结 发现了燕窝这种东西 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价值 所以说才会有一些人 要攀岩 要付出各种努力 给这些有钱人去采燕窝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就是神经酸的作用 还有一个 神经酸具有抗炎和抗氧化的 非常重要作用 那么好 那么当代人也有很多人吃燕窝 在中国燕窝也有上市的公司 但是大家发现吃燕窝 好像又没有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炎症 和氧化应激反应过于强烈 那么燕窝不足以对抗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 就叫做纯净生活 抗炎自救 纯净生活是 你要少制造炎症 少制造氧化应激反应 因为大量的炎症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不良生活习惯 熬夜 抽烟 还有什么 烧烤啊 油炸呀 等等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食物 那么当我们把这些食物放弃掉 你在这个环节之下 我不去 我尽量不去制造炎症 不去制造氧化应激 我再把神经酸 再把这样的一些物质掉入进来 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 今天上午还有一位火丸 给我反馈 他说一句话 他说 我发现我们的产品加量吃 效果可好呢 为什么要加量吃 什么叫量 量 这就是什么呢 天平的两端 我们的产品 作为抗炎也好 抗氧化也好 它占有了你天平的异端 但是在于你这一端是多少 就像一岁的孩子 从一出生 开始吃一生菌 那么就像刚刚讲的 一岁的孩子 吃点蔬菜 吃点鱼 它的效果 就要比三岁的孩子强 为什么 因为它的肠道是干净的 这就是天平的两端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一定要加量吃 因为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做到这么干净 就像我在春节期间 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 不能太明显的 让他们 我就先跟他们一样生活 因为大家基本上是全天在一起 我也没有去运动 那么我也就是在里边 就挑几种我能吃的东西 跟我的那些同学们在一起 但是我的身体 也没有出现异常性的反应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自身 当你的纯净生活做好了 你的抗炎抗氧化的需求会偏低 当你这一段 你比如说像我们很多女性50岁了 家庭问题 等等的社会问题 甚至各种的情绪焦虑 这种炎症跟氧化应激反应 它永远在 那么这会就需要 你们要导入更大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 这是一种对等性的关系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 至于你该吃多少 需要你的老师根据你的需求来给你确定 那你比如说 甚至我们跟情绪节律相关 在立价之前前后 我们的这个服用剂量会有变化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刚换了一个地方 就像像那位女士 她如果稍微懂一点这种知识 她知道她要搬家 她知道搬家期间 她一定会累她一定会睡眠少 她一定会出现饮食的不大 那么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抗氧化剂啊 就全部要加量 所以你要懂得如何去利用身边的这些食材 好 在这里边来我们看看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神经酸能够调节大脑当中的叫内源性的大麻素 也是一种神经地质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际上很多人会用大麻来让自己呢 其实大麻在很多国家呢 它是允许合法使用的 就是它是一个外在补充大麻素 来给你调节神经情绪啊等等的 那么燕窝酸其实有着这样的一个多种的功能 好 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 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谈到了一个问题 神经酸在临床上用于了急中疾病 脑狗包括什么帕金森视网膜病变等等 用着非常多的一些方式 所以大家要知道中国的老祖宗 包括梅先生这种人 我们昨天讲了他的故事的时候说到了 梅先生呢是一个很有代表性 就是到了他这个阶层 他永远忘不掉豆汁 他一定要喝这个东西 这就让我们懂得了 一个食物本身的构造过程 是他身边 梅兰芳先生他们当时在北京住的那个院子边上 就有一些豆汁店 就是豆汁是他的一个传统饮食 所以大家要懂得 所以我们说大家总说在农村 在一些乡镇上 能够看着人开奔驰 开宝马 来家里来这个小镇上 吃一碗什么什么很特殊的东西 来带来印证这个东西好吃 其实不是这个东西有多好吃 而是因为开奔驰 开宝马那些人 他们肚子里的虫子 是被这些食物养大的 他不管到哪里 他从哪个国家飞回来 他最怀念的 其实就是他七岁之前吃过的一些东西 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东西之后 都要知道 你们不用再问我 也不用再思考 看着这些东西缠不缠 当你的肠道菌群 完整性的改变了之后 你就会像梅兰芳一样 可以说 中国演艺界的顶级 这个明星 和当代这种明星相比 梅兰芳先生那种地位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最馋的就是老北京那般酸臭酸臭的都这 所以当我们把自己身体调整到这个状态当中之后 你会发现我所馋的就是什么呢 一些清爽的清脆的食物 对于任何的油腻 我都已经不再去适应它 所以说未来的一生 现在毕竟五十多岁快六十了 我可以说我可能再活再活个五十年 就在走了一半的时间 那么对于我来讲 不会有任何的痛苦 我也不会担心这里痛那里痛 前两天让助理把这个文章也找一下吧 就是在格雷格医生的公众号上 他也发表了一些文章 就是如何通过植物饮食来解决酸痛 这也是我当时跟很多健身教练 跟很多的运动员所分享的一个主体内容 我也亲自在让他们用我做样板 我这么大的年纪 每天在做训练在做运动 但是没有酸痛感 而不像你们爬个山搬个家 擦个桌子扫个地就浑身疼 就是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不同 好 我们来再看看这样一个文章 睡眠非常浅的人 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看看这篇章是怎么说的 不单单面对于失眠 很多人面对疾病 都是希望简单粗暴 吃点啥让我好了就完事了 你放心 没这东西 有这东西也轮不到你吃 你想吃点东西就让你好 再让你胡作非为 天底下这种东西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永远不会存在的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吃安眠药带来的叫做什么呢 失去意识 这本身就是一种镇静的方式 它不是一个良好的睡眠 来我们看看 为什么很多人说 喝了酒容易述睡 但是我在睡眠之前 睡觉之前绝对不喝酒的 我在睡眠之前宁可喝小米粥 都不会喝酒 我宁可喝燕麦粥 也不会喝酒 有些时候呢 我还会喝点这种冷燕麦 但是呢也不会喝酒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你比如说我在家里面 可能会用开菲尔泡一些燕麦 在冰箱里面放着 如果说睡眠睡觉之前 可能把它拿出来 稍微吃两口 也不会接触酒 为什么呢 酒带来的入睡是个虚假入睡 过两天你们有时候想看测试 我也给你们试一下 我在睡觉之前喝一两酒 然后我同样用这个心率的方式去监控 你会发现我的入睡 时间可能会在 但是这个心率的节律 跳动会非常快 而且我的企业就会明显变多 这就是因为 酒的作用是什么呢 让脑细胞停止放电 来我们看一句话 关掉一些区域 但是这些区域 酒所制造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乙醇 这个物质 会增加我们肝脏的代谢难度 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肝脏 不断不断的分解 成为制造一些乙酸 然后这些乙酸 会不断的要求你去清醒出来 把它排掉 所以我们很多喝酒的人会发现 入睡好像变得容易了 但是半夜的时候 会让你什么呢 会让你更加的清醒 让你不断的去厕所 那么为什么说红酒会好一点呢 为什么红酒会好一点 因为红酒 它还是一个平衡体 它除了12% 13%的这个水平的酒精之外 它里边还有着白鲤芦醇 它里边还有着一些多酚的物质 还有着一些抗氧化剂 所以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讲的 就是你喝红酒是一半好还一半坏 你要如果喝白酒的话 那就是在睡觉之前喝 那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好 我们把这篇文章看完 再看下一个文章 好 在这里边 我们所讲的安眠药 所带来的各种的这种 危害性的作用 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管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就不说了 来 我们看看 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 最安全的是什么 就像我们所讲的这种内原性 就是我们身体原本就有的物质 这些我们是可以去补充的 就比如说我们身体里边 原本就有的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神经酸 因为它可能会少 我们用额外的去补一点 我们身体本来就有蛋白质 那么我补一点 我们身体里边本来就有维生素A 我补一点 这个叫补剂 是没问题的 你的身体里边没有安眠药 像褪黑素 为什么说在导石叉当中还可以去 因为你身体里边本来就有褪黑素 但是你的褪黑素是半夜产生 但是你导石叉的时候 需要白天产生褪黑素 但你的身体不知道 你的身体还不知道你导石叉了 就让你的身体褪黑素 从夜里十点钟产生 变成早上十点钟产生 它有点叨动不明白 所以你早上的话 比如说你去了美国 需要导石叉 我吃点褪黑素 我改变一个身体的一个 激素的分泌节律 这还算是一种方法 但是安眠药可不是 我们的身体里边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 我们是没有安眠药这个东西 你进来之后 你除了增加我们的肝脏负担之后 麻痹了我们的神经 带不给我们任何的好处 大家以后选择东西一定要记住 这个东西要是我们身体里边有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天然提取物的作用 只不过你吃不了这么多 我给你提取一下 其实我们中药 大家通过我们用一斤中药熬煮一小碗水 把它喝下去 这就是一个提取 这就是我们嘴对天然食物的一个提取方式而已 好我们看看这样一块 人体当中有两种神经地质 一个五腔三酸 还有一个呢 加把氨基丁酸 五腔三酸就是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睡觉之前 刚刚我为什么会说喝冷燕麦粥 或者说喝小米粥 小米是中国一个补充五腔三酸的方法 就大家如果说睡眠不好 大家都知道睡觉之前我要喝点牛奶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喝的牛奶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牛奶里边 五腔三酸已经被提取掉了 我们现在小米 为什么是中国人一个比较方法 因为小米这个食物呢 是中国特有食物 国际上没有 国外的科学家呢 就没有研究如何在小米里边提取东西 而大米 而玉米 这样的一些食物呢 被提取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有这种助眠作用 来我们看看 那么 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 可以喝一点点的小米粥 那么小米粥它里边有一些碳水 对吧 那么当我们的医导碎水平提高 我们的骨骼肌能够吃掉里边的这种 帮助我们吃掉血糖等等 那么四氨酸会流下来 所以说睡觉之前提用一点小米粥 提升我们四氨酸的质量 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小米是本身是什么颜色的 黄的 黄色我们跟大家讲过是什么东西 维生素B组的颜色 所以说小米粥其实在中国日常生活当中 是常用的一个物质 来提升我们的什么三氨酸的作用 那么 除了这样的一些食物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呢 中国人还特别喜欢用于睡眠的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酸枣人 酸枣人 酸枣人是什么 我们说了 小米粥鞍神 源于它里边的五腔三酸 那么 酸枣人粥鞍神 就源于里边的氨基丁酸 但是呢 你看看这句话 酸枣人粥鞍神 需要你尝到里边有非常良好的 氨基丁酸 不是 这个酸枣人的这个 发酵煤 那么 他不是这个酸枣人里边 直接就含有氨基丁酸 而是要通过你的肠道发酵 而产生氨基金酸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一个药物 有些人吃了有效 有些人吃了没效 就像一个牛奶 有人吃了拉肚 有些人吃了就没事 就是你的肠道的环境不一样 这个食物对于你 它可能就是个不好的 对于你可能就是个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五腔酸酸的一个前条件 晚餐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那么再加一些什么美 就是一些比较复杂的食物结构 那么在这里边 低生糖的穀 含有矿物质美的食物 所以说我们的晚餐的搭配 和我们的夜晚的睡眠 密切相关 大家理解了吧 刚刚我们所说的 梅兰芳先生 睡觉之前的夜宵 是那一晚鸡粥 那实际上是不是足够的蛋白 蛋白质 它自身也是低生糖的 还有一些 在它的这个食物当中 它增加了神经酸酸 那个神经酸 这样的一个物质 好 伽巴 伽巴就是我们 为什么一直给大家强调 我们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产品 叫安基丁酸 可能大家都觉得 那是什么东西 安基丁酸 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神经地质 来 我们看看 它在里面干什么 它主要是神经放松剂 来 Tidal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伽巴是什么 通过抑制和唤醒功能 来诱导睡眠 那么我每天都会吃 但是呢 因为我呢 自身睡眠的状况比较良好 我有时候会加到汤里面 但是没有 我不是在睡觉之前吃 我是在 我说把它当做饮料呀 甚至健身的时候 每天会吃 它那个一到两袋 甚至加到加到加到这个 豆浆里面 像你们看我今天 我今天的早餐 我会用豆汁 煮了点粥 加点嘎巴 我今天的中餐 其实是用的是姜水 其实我是会把多种的材料 复合在一起 我用姜水煮了点白菜 里面 就调了一调了这样的一种汤 所以你会发现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 我们跟大家讲过 你只要是能够真正意义上去懂得生活事物的这种调理 能够把这样的一些良好的食物纳入进来 那么都会让我们身体呢产生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 那么你看 一个最简单的睡眠的一个营养方式 蛋白质食物低升糖穀物 那么蛋白质食物 那么你比如说 我晚上煮一点小米粥 小米粥里面是不是带有着一定量的 我们刚刚讲过的三酸 好 我再往里边调一点的蛋白粉 那么我蛋白质有了 算 基本我晚上 如果我只能吃一碗食物的时候 我里边 一碗小米粥 搅一点蛋白粉进去 我再往里边加一点氨基丁酸 那么你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食物结构 其实就已经符合了 低升糖穀物 含有蛋白质 酶生素B6 矿物质心 矿物质酶 加氨基丁酸的一个完整食物结构 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常年保持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 你的身体的整体的代谢速度 就会非常的快 那么你的夜晚的睡眠 就会非常非常的清爽 所以 能不能吃夜宵 可以吃 能吃什么 在大脑和知识 就你吃的这个食物 会让你的 你说你睡觉之间吃俩核桃 哎呀我看着就得头疼 你看这一堆食物里边 核桃是一个让肝脏干活的食物 不是说这东西好和不好 而你吃的时间是有讲究的 昨天我们讲过 核桃最有效的营养在于 它的那层膜苦苦的色色的 但是那层膜是你们最讨厌的 包括我们所说的 葡萄的最好营养在于它的皮 但是葡萄皮是你们最讨厌的 好再跟你们看一看 这样一篇文章 我们看看这个文章怎么说的 半夜总是醒 其实这个里边也谈到了一个 就是大脑的一个认知水平会下降 其实就是一个容易出现认知障碍 吃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看看它的一个简单罗列 看它这里边的方法 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看看它的方法是什么 规律作息 睡前习惯 包括多数的晒太阳 也是维生素D 增加日常爱好等等等等 那么你们看看这句话 为什么要做提纲运动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功能 你们是不是觉得提纲这种事情 和你的睡眠是完全无关的 可以跟大家讲 你如果说你的自己的膀胱扩约肌 有着良好的收缩能力 能够让你的尿液排空 就是很多人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本来我们有一句俗语 就是说就是 你越年轻的时候 你的肛门的就包括你的膀胱的 扩约肌的这个强度越强 你的膀胱是越容易排空 我每一个人的膀胱拥有着 同样的一个承载量 你一次性排空 你能够装的这个尿液 可能够你一夜或者半夜用 所以我我每一天 我每个夜晚只需要起来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的膀胱扩约肌能力弱 你只排了一半 你还留一半 那么你是不是说就是同样 你跟我就算我们俩的生活节律一样 我们身体制造的垃圾一样多 我可以通过一次把它排空掉 但是你呢排了一半 你是不是在夜晚就要比我多起来一次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话 做做提纲运动 你们可能很多人是看不懂的 觉得这个玩意跟睡眠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就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这样的一些医生 他到底想告诉你个什么事 明白了不 所以说我们要懂得睡眠这个事情 你们想不到 他跟你的肛门扩约肌的收缩能力都是相关的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健康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 天底下不存在养一种病的方法 天底下只存在养好你这一个人的方法 当你这一个人好了之后 你们可能就会很羡慕我 肌肉也很好 皮肤也很好 他为什么哪里都好 这么招人恨 是因为我们就懂了一种方式 按照正常的规律去生活 那么让我身体在自主调节方面 能够产生一个良好的作用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里边也谈到了 大家一直会觉得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 觉得睡觉之后 觉得喝茶 会让大脑产生怎么样的反应 所以就在这里面他也谈到了 茶氨酸 包括我们的竹叶黄铜 都是日常的一个例子 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这个他的性状 我们就不提了 茶氨酸呢 其实我们在喝茶的时候 有一点微微微微的甜味 其实这个甜味本身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带的叫做幸福性氨基酸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要学会把这样的一些健康的这种神经食材 来我们看看这样一会儿 为什么我们在这次新的这上面 这个GPDF当中会用了这个茶氨酸 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他自身能够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 能够刚刚我们讲了快乐指数 快乐因素是多巴胺 就像你们每天觉得我都挺开心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工作压力 其实你说怎么可能没有 但是呢我们的心态心态如何调整 这就是有些大家说是自我麻痹 自我安慰去想快乐的事情 不是的 其实你想了快乐的事情 多巴胺会分泌的更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会产生一个良好的对抗焦虑 对抗我皮脂醇 就像我们很多阿姨 就是天天焦虑自己的健康 你会越焦虑你的皮脂醇就越高 所以要把它学会一个良好的一个自我安慰 所以要懂得如何去提高五腔酸酸 提供多巴胺 提供加巴阿基丁酸这样的话都是能够让我们良好睡眠呢 进入到健康清洁的一个方法 好吧 今天我们大概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其实呢 关于产品的这个基本理念呢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 包括我们说的产品也很多 但是大家一定要懂得 学会去应用 你看看 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那篇文章 缓解肌肉纤维疼痛和其他慢性疼痛的最佳方法 很多老人不都说吗 腰疼腿疼胳膊疼哪都疼 对吧 但是大家呢 有些时候就是找不到一些合适的方法 就是胡治胡买 最后倒成了自己胳膊腿疼腰疼 哪都疼 这个问题没解决 还让你钱包也跟着疼 找对合适的方法 这里边不也谈到了 抗炎饮食 其实抗炎饮食所带的一个结果 我是坚持着抗炎饮食和高效运动 所以带的结果是什么 完全有发源权的 好 我们在这里看 大家也看到过一句话 就是以前的话 我们的痛感来自于哪里 这个过程我们就不探讨了 来我们看看这里 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 那么运动本身 其实是可以缓解疼痛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我每天中午愿意去跑跑步 其实你去跑跑步的话 是对腿部肌肉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有效的放松 但是为什么你们会产生一个判定 就是越动越累 越累就是越不想动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每天坐着 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在这里边我们会发现 那么大家看到没有 最佳运动是什么 每天30到60分钟的 中等强度有奖 万加这个强度的这种训练 这就是我们日常 就是一组一组的做 力量训练等等的一个方式 在这里边他也谈到了 什么导致的纤维肌痛 就你胳膊疼腿疼 这样的一些关节位的疼痛 是炎症的一个反复的过程 慢性炎症导致的这个激活 然后看看下面的句话 看看 疼痛通路的长期超敏化 这句话怎么理解 疼痛的通路 疼痛发生在你的关节 发生在你的肌肉 但是它要通过神经 传递给你的大脑 但是我们很多地方 是没有痛觉神经的 很多地方是有痛觉神经的 而这个疼痛通路 就是中国语言当中所说的经络 所以叫寻经 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用通路贴的时候 建议大家是什么呢 沿着一条线去贴 这条线就是你的疼痛通路 这条线的疼痛通路 这一条线的整体会产生什么 慢性炎症 大家我们再看看这句话 疼痛通路的长期超敏化 就是我们因为一个点疼痛 造成着你这个传导神经的整体炎症 过于敏感 带来的周围组织结构 进入的一个慢性炎症的反应状态 这就叫疼痛通路的长期性的超敏化 没办法不 身体呢 为什么会我们会有什么 这个轴那个轴好多好多的轴就人体 他彼此是密切相关的 你的耳朵疼 耳鸣耳鸣的患者 脖子一定会不舒服 这就是疼痛通路的一个落过程的一个反应 好 这里边他也谈到了一点 最简单的理解 加工食物 超市里的所有食物都是加工食物 我们所谓的有效加工就把它做熟 蒸一下煮一下 这个算是一个有益加工 再往深了 其实甚至包括饭店的食物 在我们看来都是属于加工食物 还有动物性产品 那么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来我们看看这里 给谈到了 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谈到的 一定要多用果蔬粉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吃菜太少 吃菜是做个样子 而吃肉是真打真的才吃 所以导致的结果 来再往这边看到没有 源于植物的多分 这都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食不够的 所以我们才用这样的一个提取物 用胶囊的形态 给大家大量的去补充 这也就是形成了我们上午的 一位伙伴说的一句话 好像加倍是真的有效 就是量变导致的质变 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么这个里边 我们就不太讲了 他后面讲到了一些 严正的一些标志物 等等的 你看 看到没有 就算是单一植物肉桂 大概以三分之一 差食的量 就是每天吃一大勺肉桂 都会有所帮助 大家看到没有 但是你告诉我 你们谁吃肉桂能按勺吃 这就是你量不够 那么你量不够就要累积更长的时间 反正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你身体需要这么多的量 你是用时间慢慢的去换 还是用慢慢的去吃 还是短暂之内大量的去吃导致的结果 其实你就记住是公平的 你就需要这个总量 就像你能喝多少酒喝醉 你喝葡萄酒喝两杯 你喝白酒喝一点 所以它的总的这个酒精量是一样的 改变你身体的一个状态 它就需要这么多的物质 好 这个里面他也谈到了 包括生姜啊 等等之类的东西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要谈 这里边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实验 来我们看看最后的解决部分吧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慢性疼痛患者 包括超标啊等等 我们都不太讲了啊 日常生活当中 就像我们所讲的 谈到这句话没有 你在土豆卷饼上 土点月梨酱 就是我们所谓牛油果酱 就你自身的一个基础结构不改变 你点缀一点点的这种产品 那么你又吃不够量 这就是你达不到效果的一个根本原因 好吧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留40分钟看大家的问题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